我们现在看一间浪涛2000尺的海景大拼窄 入门就是节目门 这个就是月光位 而这里就是一个烫门的客厅 简单双势一下就可以入屋了 这里可以挂幅画 它就分为两边区域 这边就是睡房区 我们才看了客厅 因为一入门 你一定会被这个超级大幻厅吸引到 你看到整个人越走越小 整个厅很大 楼底有3米15左右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方正的露台 然后一个大幻厅 全海景 海景就270度 出到来就有一个超级大的露台 露台就双窪窪窪窪窪 整个露台的空间就和厅用在一起 这个就是吐露港的海景 住在这里好像海在你旁边 感受是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景观真的无敌 然后厅的摆位就 随你怎么摆都可以 这么大的厅 什么大沙发 大餐桌 什么都大 冷气有两部 OK的 然后这边就是大一点的主人套房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 然后看出去都是全海景 吐露港的海景 一家主人套房摆位置上 摆完床 三边下堵床 扣窗边可以做书柜 然后这里做一组衣柜 不够厚的话 这里也可以做一组衣柜 然后再进来就是豪宅的物件图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齐了 还有空间都很大 厨房就是一个曲斜形或者梯形 基本上一排的厨柜 工作桌面绝对够多 还有这边有三线窗 望回街 彩光度都OK的 储物量绝对够 还有大雪柜 然后大的储物柜 什么都有 就比普通斌层还要升级了 工人房有工人池 简单其理 睡房之前这里还有一个集物房 然后就两间睡房 这两间睡房都是一个落地玻璃 然后看过去海景 旁边就科学院 然后下面就有个回船处 然后有一些单车径 玩跑径 海滨 整个环境是相当舒服 黑色 都是雲石桌面 铺齐 站立为主 第二间途房 都很大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外景 这间屋柜 最主要是这边的一线外景 漂亮就真的漂亮 图厕 都是简单站立 所有东西质量质地 完全一样 像这间屋尺价 扣细所有折扣 23,600 总价5,000万都不用 这只外景一纜无际 看着池山寺的观音像 哇 真是漂亮得不舍得走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么多 下期见 拜拜 拜拜